采访问题 现实生活中会接受姐的恋吗 我ok啊 对啊 姐姐多好啊 姐姐 是吧 采访问题 现实生活中理想型是怎样的 对方也得有自己的个性吧 然后也是就是相对来说独立 然后真实 对我觉得这几个点比较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 能够有契合度吧 不得有个性的 很直接的那种女生 如果你要追一个女孩 你是说直接会跟她说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对啊 就我开上你了 我开上你了 你特别喜欢一个女生 嗯 特别怎么说 那我就每天坚持说 我喜欢你永远做我女朋友 我不愿意 不愿意 那我就明天再来问一下 就是不 我就是那种不太会 就是花招的那种 就可能 就可能在剧里面 西门美作那一套 我觉得我自己不太会用 然后就比较直接一点 简单一点 简单粗暴一点 我觉得那样省事一点 特地你有没有憧憬过自己的爱情 未来 我比较喜欢姐姐 能够照顾你的 大四十岁可以吗 大三岁吧 大三岁包金砖 我本身就是弟弟嘛 其实 好吧 我承认吧 其实我就是看脸 没有没有 开个玩笑 就是觉得自己 就是看着舒服就行吧 就自己心里看着舒服就行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就是 就是自己喜欢 但是不管他就是长得 就是外貌怎么样 但是自己看着就是喜欢那种 就是哎呀 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好就这样 身高啊 我觉得希望还是高一点吧 嗯 就自己也 自己也算 挺高的 然后就希望 差不多的吧 嗯 那你觉得你这个身高多少 才你才觉得比较 可是 你这个身高 我都行啊 一米八都行 真的 那就 努力把自己变优秀 然后让自己不稀罕他来 没有被d-死过 没有被d-死过 分裂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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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三